因为最近蓄意踢球打人 巴西天王内马遭竞赛四场 确定提前告别本届每周杯 即便森巴军团接下来一路踢进决赛 也无法排内马上场 让巴西总教练邓家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巴西接下来想进军八强 等于是要在缺少内马的情况下从头开始 因为C组四队积分都只有三分 而且竞胜球都是零 呈现四队互咬的胶着局势 谁都有希望晋级 但也都可能惨遭淘汰 巴西最后一轮对上鬼内瑞拉 赢则必然赢球 若是输球恐怕不到八强 就得打到回复 如果今天赢的那两队就没有话说 就会拿到六分 输的那两队就停在三分 那三分的话就 他们两个自己先比 看谁的成绩比较好之后 再去跟A组来比 没有内马的巴西队 统帅重责大任 可能落在去年世界杯队长 Diago Sivar身上 他是发甲胜日门的 专司中后卫 具有稳定防守的特质 但森巴军团的问题是 如何找到另一部进攻机器 替补内马的空缺 其他人选没有说 像内马个人的能力 这么样的出色 在团队上面 当然必须 看能不能以团队作战 来弥补内马个人能力的 一个 一缺啊 巴西前锋战线堪忧 又灭离莫伦生死战 如不能凝聚团队默契 今年每周杯恐怕不乐观 年轻气盛的内马 万万没想到 乘一时之快的苦果 得由队友来承担 记者吴先生报道